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可爱的志祥君 我之前在看我画眼睛的视频评论的时候 就发现很多小伙伴跟我说 我画一个眼睛还能够确保画好 就是画两个眼睛的话有时候就会有点吃力了 可能另外一边的形容不太准什么的 如果要是小伙伴们觉得你们也有这个困扰 举举手让我看到 那么我就还是要再次安利一下我的打型方法 就是之前我在纸上做过的这个视频 那么这次就分享在Procreate上面用这种色块打型方法的画法 好的 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那么先选择一个颜色固定一下我们要画的眼型 调整一下色块的形状 我这里用橡皮各种的擦 把这个形状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感觉 还可以水平翻转下让整体更准确 然后修修修 然后再简略的画个眼球 这样整体初步的形就已经打好 我们就是人体看物体 比起线条来说我们对色块的评判度和记忆度 要更准确一些 所以说我才先用这种模糊的大体色块来固定这个形 然后我们再按照这个形来去画具体的线条细节 什么的 一般不太会出片 那么我们先从睫毛画起 沿着我们刚刚固定的这个形状边缘画出折腾出来的睫毛 虚虚的画上上眼睫的眼线 为了后面能够更好的调整大型 先不要框死了 下睫毛就整体画的更浅一些 确定好整体眼型后呢 再添加一条实线来加重上眼睫 那么左眼的外轮廓就画好啦 现在再用右眼来重复一下刚才的过程 正好给大家复习一下 先确定睫毛的几个大体生长方向 再按照这个轮廓形状去固定上眼睫的位置 按照刚才的生长方向分类去增多整体睫毛 再下眼睫虚虚的多画出一些线 会让整个眼睛看起来更细节化 然后再用橡皮把眼瞼部分的睫毛根部擦出来 看起来更具有灵动力 整体的眼睛外形都已经画好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画里面的瞳孔了 用细碎的排线来框出瞳孔的位置 在中间大概确定出一个球形作为统人 这里呢我们就要练习各种各样的排线 然后深深浅浅 我觉得用Prucrete的这个排线 真的就没有用铅笔来的好 总是感觉好像力道有点微妙 总之呢就打出这样油浅入身的各种排线 好了我们就算是铺完眼睛的层次了 加上灵魂高光 这里呢也是大大小小的 然后再加一些这种新字型的高光 深深浅浅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加 再修正下边界 然后就完成啦 这次的眼睛视频呢非常的简单 它的原理也是基本上就是利用这种色块先打形 然后固定出大概形状 然后我们在这个形状的基础上 再去加更多的细节 这样呢就能更确定我们在画后续细节的时候 不会说我已经都完成80% 最后我发现这个形准很一开始就有问题 是吧 就不太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多去练习 掌握一下这个方法 就可能一开始用的时候会不太熟练 但是这种方法真的是 越用你会觉得越香 尤其是我现在就头发 画这种线稿和这些固定这种五官 我就基本上都会用这种色块去固定形状和大小 好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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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